去年,一部小空间悬疑片上映 听名字以为是烂片,但质量超惊喜 取材自近年大火,到处都在建的密室逃脱游戏 但,这部电影里的密室逃脱,是会杀人的 又是狭小空间,又有爆裂人性,刺激死了 故事开始,一个玩家跌跌倒倒地闯入一间房子 没有门,也没有窗,四周的墙开始慢慢靠拢 显然,如果没尽快找到出口,他会被压成肉泥 男人很慌,根据线索提示 男人发现屋里每幅画都有一个人伸出手指 这是时针的提示,这不就是4点,8点,6点,2点 开锁密码4862,但没有反应 墙依然在逼近,沙发毁了,吊灯毁了 男人被压到一个小隔间,只能对天求饶 镜头一转,故事来到三天前 三个性格不同,阶级悬殊的人 一个学霸,一个总裁,一个混混 同时收到一份包裹 里面有个黑盒子,黑盒子里有张小纸条 恭喜你,获得米诺斯密室逃生的入场券 通关奖励,一万美金 三人鬼使神拆报了名 来到指定地点,发现参与的玩家还有另外三个 这个小哥一看就是高级玩家 他一进场就很兴奋 这可是全国排名第一的密室 我们赢了一定名利双收 等着吧,待会就有管理员进来介绍怎么玩 但大家等了很久,还是没人进来 混混开始不耐烦,想出去抽烟 一开门,门把手竟然被拽下来 门上还出现了密码锁 对,游戏早就开始了 按惯例,密码的线索一定藏在密室里 众人纷纷找寻 这大叔在一本书里发现一把螺丝刀 学霸眼间,看到书名是 华氏451451 他连忙转动密码锁 然而,门不但没开 房间的天花板还亮起红色 是电热炉 房间温度开始升高 整个房间成了一座烤箱 混混又冲动了 拿起灭火器就想砸 这一砸,连房间的柱子也开始加热 众人开始慌了 七手八脚敲着玻璃 问接待员要提示 打开窗户 我去,对方竟是假人 房间的温度还在深 金发姐受不了了,开始崩溃 关键时候还是学霸靠谱 他给金发姐递了一杯水 又发现一个提示 杯垫 这次他猜对了 桌上面的杯垫其实是按钮 当你同时按下六个 墙上的话就会升起 背后藏着一个通风管道 总裁二话不说 第一个钻进去 没爬多久就发现出口被焊住 需要螺丝刀 刚刚找到螺丝刀的大叔 赶紧钻进去帮忙 金发姐害怕 他第三个走 这时问题来了 六个杯垫需要六只手 就算出动脚 最起码也得留下两人 学霸又灵机一动 杯垫上可以放杯子啊 装满水的杯子 就可以代替双手 一杯,两杯,三杯 最后一杯水不够了 少得真是刚刚被喝掉的量 情急之下 混混想起自己随身还带着酒 以酒带水 混混和印度小哥 终于在最后时刻钻进了管道 但逃出第一个 六人又钻进另一个密室 他们一半近乎崩溃 等到他们打开第二关的门 更大的危险等着他们 第二关是极寒之地 刚刚从烤箱里出来的众人 身上还全是汗 凉快吧 这时身后小屋的门自动关上 锁紧回不去了 温度开始降低 凉快成了刺骨 众人赶紧分头寻找线索 总裁找到一扇门 但需要钥匙 大叔找到一根鱼竿 学霸找到了一块磁铁 而跑出来抽烟的混混 也在地上踩出一个洞 鱼竿 磁铁 冰冻 很快他们就掉出了钥匙 问题是 钥匙被冻在大冰块里 冰块四周还被金属死死框住 砸不碎 只能借混混的打火机 混混骂骂咧咧咧地扔出打火机 纯凉的印度小哥主动去捡 走到一半 冰面突然裂开 其他人疯狂地拍着冰面 但没人敢跳 毕竟水面下的暗流把你冲到哪里 你根本掌控不了 就这样 口口声声这只是游戏的印度小哥 成为了第一个给游戏干掉的人 六个 只剩五个 人死了 打火机也没了 总裁提议用体温融化 他们各自伸出手指去融化冰块 许久许久 直到大叔被冻晕 钥匙终于被总裁拔出 他冲过去开门 出口居然出现在对面 冰面开始炸裂 又一次生死急速 好在有惊无险地来到第三关 他们来到一个上下颠倒的酒吧 脚踩天花板 头顶抬球桌 线索继续若隐若现 总裁发现了门 但少了把手 大叔发现这是八号台球馆 但台面上少的正是八号球 他想去拿球杆捞球 走到一半 原来这地方不止颠倒 还悬空 底下是一片黑色的深渊 无人下个贴在墙壁上 时间不多 经发解爬到吧台 发现一个密码锁 学霸根据墙面上的拼图游戏 推算出一组数字 输入无效 这时底下的地板一掉剩两块 偏偏手滑的学霸还掉了下去 落地时刻 学霸想起 房间是颠倒的 莫非 刚刚那组数字也需要颠倒 他告诉金发姐 金发姐颠倒了一试 果然 他拿到打开那扇门的把手 底下的地板只剩一块了 金发姐只能抓着球台爬过去 但爬到一半 金发姐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下 千军一发之际 他抓到把手 扔给总裁 也在这时 最后一块地板掉下 只抓到电话线的金发姐 知道自己没机会活下去了 五个只剩四个 剩下的四人狼狈地来到下一个密室 一个病房 里面的每张病床都是他们曾经睡过的 而上面的病例显示 他们根本不是普通人 学霸曾遇见过空难 大叔遇见过矿难 混混发生过交通意外 总裁则在一次和朋友被困海面上 他们都是曾经的灾难事件中的幸存者 学霸彻底懂 他们都是被挑选的人 过去 他们是最幸运的 当一帮最幸运的凑在一起 谁又是最最幸运的 平时内向 隐忍的学霸终于怒了 他知道要真正赢得这个游戏 不能再被设计者的规则牵着鼻子走 他抓起铁杆 归向密室里的一个个摄像头 继续寻找线索 总裁发现 这次是极限挑战 挑战项目是心率 心率达到一个数值才会开门 总裁很快找了混混尝试 太低 下一个是大叔 还是不够高 这时丧心病狂的总裁 竟然拿出心脏除颤器 枯忧大叔试试电击 结果依然不行 而大叔也死于电击 这时室内开始喷洒毒物 危急之际 总裁突然明白 心率极限不一定是高 也可以是低 他脱掉衣服 让自己尽量平静 心率低了下去 门果然开了 总裁混混依次离开 学霸却因为吸入过多毒气 晕倒过去 四个只剩两个 两人不可避免走向决裂 混混怀疑 这一路表现出极强求生欲 动不动牺牲他人的总裁 根本不是幸存者 他其实一直手上带血 他杀过人 这次的总裁也不想装了 对 但你能拿我怎么样 这一关房间很小 只有一个旋转门 两人合力转动 谁知把手涂有剧毒 想离开 必须先找到解药 混混先找到解药 总裁马上过来抢 推丧之间 总裁一命呜呼 混混成功逃脱 这就接上影片开始那一幕 混混逃到一个 不断被压缩的房间 他解开了密码 墙依然逼近 关键时候 好运再一次光临混混 他躲到房间里的壁炉 当墙停止运动 混混马上爬出 他跑到一个大平台 墙上投影出 他们六个人的照片 其他五人已被打叉 只有混混头像亮着 这时 一个密室工作人员走出来 原来 这场极致的生死大战 策划已久 真正的幕后人 是当今全球最有权势的大亨 他们通过压 谁是最后的赢家 赌博 骗人来玩这种密室逃脱游戏 当然了 赛马场的马赢了 真正的赢家也不是马 话刚说完 突然掏出绳子 勒向混混 好在 这时 死掉的学霸及时赶到 原来 他之前的中毒只是伪装 打掉摄像头的他 靠着氧气罩 等待来收拾的工作人员 偷袭对方并抢了枪 有了枪 人数还占优的玩家 终于实现反杀 混混和学霸 成为了最终的幸存者 所以 故事到这就完了吗 不 真正的反转是 等到学霸带着警察 重回游戏现场 现场已被破坏干净 混混的血液中 也被查出残留置换毒品 换言之 没人相信他们的故事 与此同时 死去那四个人 全被安排成意外死亡 总裁死于车祸 印度小哥死于溺水 金发姐死于攀岩坠落 学霸邀请混混继续追查 直到揪出真正的凶手 已经成为白领的混混 终于还是答应了 影片的最后一幕是 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上 空姐按照提示 一次次闯关 但最终打开驾驶舱的门 还是来不及 失败 这时 灯光亮起 原来这只是一次游戏测试 生存概率4% 随后 神秘幕后人说 把这个密室游戏 装到学霸和混混 要乘坐的飞机上 两位幸存者 无疑要再一次进入死局 在这张牌桌上 有人赌的是生命 而这些人的生命 在某些人眼里 不过是筹码 他们永远不介意再来一局 密室可以逃脱 滔天的邪恶势力 如何逃脱